注意看 一名飞行员在稍稍整理一下飞行抗和服后 便快速走向机械式队友 来到队友面前后 他和队友一经理并碰全 好家伙 对比之下发现 这名飞行员身高接近两米 算是飞行员中的大块头了 只见这名大块头飞行员 沿着豪华灯机梯来到驾驶舱旁 但他并没有急着进入驾驶舱 而是开始整理飞行抗和服的卡扣 这名飞行员就是约翰·卡明斯上位 当天的气温高达36度 异常炎热 飞行员将卡扣系好后 直接进入到驾驶舱被坐下 这里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马瑟空军基地 摄影师超近距离拍摄了一段视频 通过此视频 我们将五马高清看到 关于飞行员驾驶五代战斗机 从启动到甘巴升空的完整过程 此时 机械式队友也通过登机梯来到驾驶舱旁 只见他先是协助飞行员系好安全带 然后将一大包装备递给飞行员 随后握手后就离开了 还顺手挪走了这个豪华登机梯 而飞行员还在整理装备 为起飞做准备 他先是连接好自己的抗核调节器 然后佩戴好头盔 此时战机的全貌还没有展现出来 有知道的老司机可以盲采一波信号 佩戴好养机面罩后 只见飞行员将手伸向了驾驶舱左下放 按下了战机的一键启动开关 长按了五秒钟后 随着一阵喷气声传染 战机随后发出嗡咚嗡的破空声 成功启动APU辅助动力系统 确认没有问题后 飞行员按下战机的佛舱盖关闭按钮 驾驶舱前方的绿色屏幕闪闪发光 尤为引人注目 这可是战机的高科技屏幕 随着镜头拉远 战机的全貌也展现在眼前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F22猛禽战斗机 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研制 立项于1971年 诞生于1997年 是全球最早进入服役的五代战斗机 单机造价高达1.5亿美元 折合10亿人民币 其在结构上广泛使用了加工塑胶和人造纤维的聚合复合材料 使用比例高达35% 飞行员正前方的绿色屏幕 就是广角全息屏线 是现代顶级战斗机的标配 它能够将主要飞行参数 投射到飞行员的正前方 大大提高了战场感知能力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为飞行员节省时间 抢战先机 我国的歼20也装备了类似装备 随着一阵尖利的笑叫声传来 飞机的发动机也正式启动预热 尾喷口持续不断地喷出高温气流 趁着发动机热车的戒机 机械师来到飞机侧面 开始对战机实施目视机械 飞行员也关闭了飞机的机辅弹舱 以及侧面弹舱 机械师则从飞机腹部穿过 顺带着检查了一遍弹舱开合情况 随后 飞行员打开了飞机的自检模式 F22的尾翼机翼垂尾等也开始摆动起来 F22采用外轻装垂尾常规气动布局 两侧进气口和喷水 都做了抑制红外辐射的隐身设计 使用的是加莱特进气道 只见机械师再次从机身腹部穿过 先后对F22的机身侧面 以及其落架进行了详细检查 这一番检查可谓堪称细致 毕竟关系到飞行员的飞行安全 长达数分钟的机舰环节节铸后 飞机就将进入起飞程序了 直舰在机械师的手势指挥下 飞行员轻推油门推软 驾驶站F22开始在跑道上滑跑 其侧面和尾部细节也一览无余 该说不说 F22科幻的造型配合上银灰色涂装 像是一架外星战舰 特别是二维十辆发动机的尾喷口 能够上下摆动极具科幻色彩 很难想象 这是一架诞生于27年前的战机 即便放到今天 也依然能做到外星科幻 性能遥遥领先 转眼间 F22已经离开地面 开始贴地飞行了 发动机源源不断地输出动力 突然间 飞行员往拉推赶 驾驶着F22以90度角垂直爬升 直接来了个干把起飞的特技表演 该说不说 F22的动力是真的强 只见飞机垂直爬升了几百米后 飞行员操纵飞机 调转180度 在高空中翻了个跟头 然后向下垂直俯冲 俯冲的过程中 飞机还来了个360度螺旋转体一周 然后才改为平飞 接着 约翰·卡明斯上位驾驶着F22 从观众骑前飞过 然后一个又转弯 表演了一个最小半径的重力加速度转弯科技 随着F22持续在观众骑上绕圈 可以清晰地看见F22的尾喷口都喷出了马赫环 尾喷管冒出红色火焰 这足以证明F22的动力有多强了 接下来 只见约翰·卡明斯上位驾驶着F22先是平飞加速 然后直接拉起操纵杆 以90度角垂直爬升 爬升的过程中 还来了个360度转体一周 然后 又调转机身180度后空翻 但这显然还没完 只见战机此时像一片叶子一样 开始水平向地面飘落 飘落的同时 战机还在水平旋转 这就是经典的落叶飘机动 不仅需要战斗机拥有强大的性能 并且飞行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也要足够强大 在水平旋转体一周 经过近20分钟的表演后 约翰卡明斯尚未驾驶着F22回到地面上 看到跑道上腾起的阵阵热浪 就知道天气有多热了 但即便如此 现场依然挤满了前来围观的居民 毕竟如此近距离的观看F22战斗机的表演 机会十分难得 在飞行员的操作下 战机稳稳停在停机位 这一次的飞行表演也就结束了